第八屆戶台論壇 28號上午在上海登場 上海市副市長翁鐵慧 前國民黨主席吳伯雄 旺旺集團副董事長胡志強 等近200名貴賓 齊聚一堂共襄盛舉 今年的主題 圍繞大健康時代的理念 技術與體制 才剛過完80大獸的吳伯雄 對健康議題有感而發 我已經有兩年的時間 与健康的關係 但是沒有到大陸來 今天到上海參加這個題目 我的感受是更深一刻 健康的重要 80歲的吳伯雄以自身經驗 呼籲大家要重視健康 胡志強更說 請到吳伯雄來特別光榮 並強調吳伯雄來到大陸交流之後 整體氣色看起來相當不錯 還說兩岸要多交流 因為兩岸好 台灣民眾才會好 我們相信通過進一步的凝聚各方智慧 洞察趨勢 啟迪未來 必將有效提升兩地 大健康領域合作能及 共同譜寫互利共贏的新篇章 我們的交流越來越強 越來越豐富 只有一個目標 讓兩岸的人民都越來越快樂 由於民進黨執政當局不承認九二共識 讓兩岸關係陷入冷對抗 但是民間交流不間斷 主辦單位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 拉近兩岸民眾距離 記者程序 據張惠霖 上海報導 未來 往南 兩岸民眾酒 兩岸民眾 滅